碰一声发出巨响 男子拿起架车在交通锥上的横杆 高举在肩膀上做出挥棒动作 把杆子当球棒完 同行有人见状也过来凑热闹 其他人不但没制止 还想过来一起玩 这名学生继续拿着横杆 在桌子上笔画动作 当成撞球杆 吵杂声也把老板娘吵醒 老板娘大声喝止 学生吓了一跳 赶紧放下横杆 嘴里不断说着抱歉 但一群人却持续在马路旁 稀小聊天 六号深夜十一点多 一群大学生在澎湖马公中正路上闲晃 聚集在店家门口聊天 制造巨大声响 影响住户安宁 老板娘表示自己身体不好 半夜可能需要就医 才会在门口摆设交通追 避免七机车停放挡住出入口 全新的交通追就被学生打凹 真的好无奈 其实这样的行为 其实他就表示呢 他们觉得好玩 那其他地方呢 他也会去做这种事情 大学生深夜时分 扰人轻梦 还毁损无辜店家物品 虽然老板娘事后 没向学生求偿 但也希望他们好好反省 别再恶作剧了 华智新闻 陈年镇 秋龙庆 蔡志敏 澎湖报道